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莫偉芒也好 蘋果不太好 這樣也不錯,也不是很糟糕 經常被人對待 為何被人對待 我覺得他有些事情是做不好的 原來是蘋果給俄羅斯當局罰款 12億劳報,那12億劳報是否有很多錢呢? 其實這些西媒人好像殺了一件事 是不是搞了蘋果? 我覺得是不是 因為如果 是真的搞了你,之前我們看到 全部都億億 是被人罰的 他就叫做貢獻費用,不是的 這次蘋果罰了 12億劳報聽到好像有很多 其實是1360萬美金 對於蘋果來說,這是什麼錢呢? 是吧 其實我相信這次蘋果 在俄羅斯做了一些事 令俄羅斯當局罰他 俄羅斯市場 競爭主管 主管機構 當然是 這個政府 其實也是宣佈 美國蘋果公司Apple 已經為他們濫用 他們 在 這個App 即是App 這個市場 獨霸地位 向 俄羅斯政府支付了1360萬美金的罰款 2022年當然 他們就馬上說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蘋果停止在 俄羅斯的銷售 並且 縮減他們的服務 俄羅斯反壟斷局 在2022年7月 對蘋果開出 12億劳報 罰單是1360萬美金 很少 相對於其他巨企損失的 這個真的少得多 亦都說 這個是因為 蘋果禁止 令到某些應用程式上架 原因是這些程式 提供 顧客在官方 App Store之外購買的 渠道 這些東西好像在其他國家也有 所以你不能說 我才會砌生豬肉 我才會砌生豬肉 真是你覺得很對 俄羅斯法院去年駁回了蘋果罰款提出的上訴 今天宣佈他們支付了這個罰款 這筆資金已經轉入俄羅斯聯邦的預算當中 去年蘋果亦向俄羅斯支付了9.06億劳報 1030萬美金的罰款 起因就是2020年 所以 去年那個是2020年 根本還沒有我戰爭 原來就說這間公司 是阻止競爭對手的產品 在App Store上架 因為他之前 其實為什麼他這次罰得重一點 因為他重犯 明白嗎? 他重犯 明白 所以我覺得這次應該是普京大帝 不是搞他 應該是他 因為他其他國家也有一樣的東西 所以 你們就沒辦法說 大佬 是吧 那麼 看看 在其他國家 原來其他國家 剛剛 在兩天前 就是歐盟 就說蘋果的Apple Pay 壟斷 所以 其他國家也有這種壟斷現象 是啊 都被人罰得很禁 沒錯 原來蘋果公司已經承諾歐盟委員會 因為他們 Apple Pay 這樣的應用程式 歐盟委員會就向你提出了你們是不是壟斷 他就說 會好好地解決歐盟的擔憂 歐盟也說你解決不了 那麼我們就 採取行動 包括罰款 其實他跟俄羅斯做事一樣 歐盟委員會也說過 這間美國科技巨頭 在2022年歐盟委員會 展開調查之後 做出了承諾 徵求歐盟的意見 但是蘋果公司就沒有任何評論 相信他都應該要做些事 當然還有很多 其實蘋果這些超級巨奇 難聽說都面臨過國家的起訴 法律的挑戰都挺多 剛剛 這個委員會也說 美國司法部最早可能在3月就起訴蘋果公司 又是一樣 不好意思 是說他壟斷 司法部原來在3月份就可能 是對蘋果公司 提起反壟斷的訴訟 原來彭博說的 美國司法部可能最早就在3月對蘋果公司 提起反壟斷的訴訟 原來雙方律師已經對於可能的訴訟進行了三次回面 這案件集中於 在iPhone和iPad的軟件和硬件限制上 這些限制是阻礙了競爭對手 亦造成了不公平競爭 所以又是這樣 一樣 俄羅斯說的是壟斷 即是說蘋果有壟斷現象 歐盟說一樣 美國自己說也是 其實 不關普京大大事 我相信 這是有些事令人覺得他有壟斷的現象 不過蘋果 亦有些新的消息 那是甚麼事 原來 就叫你 我想我等會更新 iOS 17.3 原來新增了一些 防盜的功能 而且 一搞 原來他們就說收復了15項漏洞 原來這麼多 15項漏洞 這是好事 老實說 當然 現在看到蘋果公司和其他科技巨企 以前賺錢賺多 當地的政府 後知後覺 即是當地的政府 後知後覺 甚麼事 實際上這些公司 他們這幾年 包括Google Facebook 亦受到大量的法律挑戰 罰款亦有 庭外和解亦有 亦有 應該是他自己不售賣 兩個Apple Watch 當時拜登會網開一面是沒有的 這是沒有的 為何他不會網開一面 因為他擔心別人會偏袒你那些公司 對 你網開一面這位 蘋果 其他公司有禮 沒錯 你說得對 之前記得有一個月 那些人說 說好了的 買國產手機 即是大陸 為何 有一個月蘋果是銷售好一點 我們經常說這些有起有落 今個月好一點 下個月差一點也不奇怪 結果最新的 這個 調查數據也看到我們說的是沒有錯 之前說到 當然這些他就不敢說 但是如果蘋果 他在大陸銷售得好 說好了的買華為手機 這些是某些人這樣說 之前 你們不是經常說 這個共產黨禁了 黨員不讓他們買蘋果 什麼 沒有 這些根本是造謠 生光白造的 根本不可能 就算是 華為的 創辦人 任種任證非 我都用蘋果 沒有問題 其實不是側面證明了 中國這些東西根本沒有限制 你買什麼買物的 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有一些月份 蘋果的銷售量好一點 有些月份 其他手機好一點 有什麼出奇 其實現在 很多人都說蘋果和華為競爭 原來不是 根據中國的 這個市場調查機構BCI 最新的公佈數據看到 原來上個月 即是2023年12月 原來賣得最好都不是這兩個 那是誰呢 就是 在印度多災多難的 小米 包括紅米 這個小米包括紅米 出負量是340.09萬隻 是報 大概市佔16.5% 年增長是25.8% 這個記著包括紅米 相對於前一年同期 小米出貨 是 當時只有270.8萬部 增加了71.29萬部 同步增長只是僅次於華為 第二名的蘋果 其實就不是輸很多 證明了 其實中國這個市場競爭激烈 那就是正常 大家有得選擇 不是不讓你買 說到什麼共產黨不讓你買 有些黨員不讓你用 你之前為這個謠言 在西門有沒有道歉 你說錯了 結果就煞有介事 當然其他 那些政客 跟他 跟拍子起舞 第二名的蘋果市佔 15.9% 輸0.6% 當然原來蘋果 年減 亦是17.7% 這個率是擔心的 考慮到華為和小米的彈起 蘋果下滑亦在情理當中 但是中國市場當中 降幅最嚴重的 不是 蘋果 排第三名的 就是 榮耀 榮耀 是的 我看到很多星馬人都有 其實手機市場 是很激烈的 手機市場 是的 一向都很激烈 這個就是 335.21萬部 和蘋果 差1萬部 很少 如果 如果你計算是 少數點兩位 就是百分比少數點後面的一位 一定是百分之15.9 一差一萬部很小 這個數字可以說 忽略都可以 第四 原來 就是 Vivo 15.5% 第五就是 OPPO 15.3% 第六就是華為 因為華為 之前真的很嚴重 它跌到 連榜也看不到 其他 其實也證明了一件事 過去華為 它就是 晶片未有 突破 就是 這個 Mate 60 Pro 有沒有記錯 就證明了消費者 理智 所以證明了 小粉紅 說好的愛國 好喜歡買愛國 其實一向那些人都是理智 就是 我們說現在 很多人在北上消費 其實 這個也是很簡單 我們之前說過 為什麼這麼多內地人 他就是南下香港的消費 匯率 如果 現在 香港人是北上的消費 這個很正常的 其實 大家都是正常 這個反而是理智 以前 大陸人理智 暖餐消費 現在理智了不是好事嗎 當然你們就證明你經濟差 沒有力 實際上 側面來說 也可能是 但是 你也不要雙重標準 你經常說 現在他理智了 不是應該是贊他的事情嗎 我經常覺得 你經常說 但如果有些壞事都曝光了 不是證明了 這個國家正在進步 證明了 證明了有言論自由 不是不讓你報的 當然你說 一些報了出來 既然你們說到老共密不透風 為什麼能報出來呢 現在華為也有新事 原來昨天 他們也宣佈再次 擴展示板圖 原來華為宣佈跟東風汽車旗下 的品牌 這個藍圖簽約 就打算大家合作 雙方將會 依照各自領域優勢 圍繞著用戶 共同打造 這個 是相當好的 當然 這個當然是 說明是東風汽車 這個也正常 其實很多的科技公司 包括蘋果 他們也有想過做電動車 這個也很正常 我覺得 每個地方 都有它的特色 有什麼是否守規矩 蘋果一向都是說 我們都是守當地法律 我們守當地法律 現在蘋果 他們都沒有 普京逼他們 他們不敢說 普京逼白 但是有千多萬 受罰 受罰 這個也 沒得說 因為不是 俄羅斯獨有 是特意罰你的 其他地方都有 而且 我沒什麼看這些 科技界的新聞 好像其他品牌也沒有什麼問題 只有你 Google也有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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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你說得對 安卓 因為安卓手機有很多都兼容你的 大馬上知道它是用安卓的 是 只有你 然後這裏罰完那裏罰你 你看緊一點可以嗎 大家聽過我平時的聲音都知道 其實蘋果有很多東西是unique 不是universal 不是 這個優勢也開始 他現在逼迫你 減弱了 沒錯 他就是逼你不可以這樣 其實 Stieb Jock 說真的 他走了也好 我只是說笑 不會看到自己的優勢慢慢被人拔走 這些是不進促退的 科技也是 沒錯 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拜拜